我覺得很生氣的時候 我為什麼還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來處理這種鳥事情 那我很怕說 如果這樣一直推下去 到時候流感疫苗公費感沒有了 那我要怎麼辦 新冠疫苗接種小黃卡 清楚記錄打的是新冠疫苗 但一刷健保卡記錄 卻是流感疫苗 讓高先生超傻眼 這個月9號 他先在台北診所施打莫德納追加劑 後來因為家中有新生兒 19號趕緊去打公費流感疫苗 新北樹林衛生所一查健保卡 發現資格不服 政府機構會推來推去 衛生所他不能打健保局 那打過去的時候 他就來告訴我說 我這邊的健保局資料查不到我的 新北市衛生所護理師 高知重複施打流感疫苗 高先生回頭和台北診所確認 對方回應上傳記錄沒有問題 只是最後插卡記錄 就是出現疫狀 就是按照政府的規則 還要浪費其他的時間 所以讓我覺得非常的生氣 最近是在上傳的過程 也沒有打上傳錯誤 按照正常流程 民眾打疫苗 由診所健保掛號 再登記接種類別 最後匯診到疫苗系統 有沒有可能筑記錯誤 成了羅生門 新北衛生局回應 只要高先生向診所 申請新冠疫苗證明 再傳承到衛生所 會協助他來施打流感疫苗 但一來一回浪費寶貴時間 也惹得民眾一肚子氣 記者黃天耀 魯欣 記者黃天耀 魯欣 資訪報導 海華XO 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 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 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喔